正如武侠小说上所说,天下武功出少林,而少林武功出达摩来,可以说达摩愿是天下武功精华之所在,成就一一代又一代的绝世高手。 然而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书上所写,对于真正的我们没有谁看到过,而如今,真正的达摩愿更适合,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马林正式成立阿里巴巴达摩愿,众所周知,马民喜欢武术,崇尚以前的少林文化。 在此之前马人赫益还拍过一篇短篇的电影公首导,集合了现如今的几大功夫明星联合出演。 所以在这方面,阿里巴巴达摩愿就此成立了,作为武学的最高研究机构,达摩愿担任其了修为的最高境界。 为之同样,阿里巴巴达摩愿科研也就代表了精进、执着和专注的精神。 阿里巴巴达摩愿马云狂大,下1000亿来研发技术,并对此提出了三大要求。 服务全世界至少20亿人,活得要比阿里巴巴长,面向未来用科技解决未来的问题。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初达摩愿成立时迎来一位年仅只有23岁的博士生。 95后科学家当时是参与无人车的研发,正所谓花了那么大的投入,不可能是没有回报。 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,阿里达摩愿有那么成绩? 当然阿里达摩愿会聚了那么多的世界顶端人才,想必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对于这样的成绩,23岁的博士生来给我们答案。 当时那位23岁的博士生名为胡进,今年一月,阿里在全球权威机器视觉算法排行榜KITTR刷新了排名。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研究机构IPS的夺得行人检测单项冠军。 与此同时,在知名的行人在识别数据及Market1501中,他们也取得重大突破。 守卫命中率提升至96.17%,位居世界第一。 虽然在无人车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,但是相信也不会太远。 阿里巴巴院此次首次公开了研发的领域,在诸多领域之中,神经网络芯片是最值得我们所关注的。 很多人表示不明白马云,为什么要达现一千亿来做达摩院,其实这也是马云领先开创者的思路之一。 正如马云所说的达摩院,将是会阿里巴巴留给全世界最好的东西之一。 还表示,